大家好,我是Chair 这期教程和各位分享一下外贸WordPress网站的ICU优化 我以前一直和大家分享用WordPress和主题做网站的相关经验 有很多同学是用WordPress做企业网站 是那种面向国外用户的外贸企业网站 这种网站做好了以后,获得流量的主要来源还是搜索引擎 这种自然流量绝大部分都来自于谷歌搜索 这些流量绝大部分用的是电脑端访问 就算是移动端访问,也不影响WordPress的ICU优化 因为WordPress做的网站都是响应式的 手机和电脑都可以正常访问 说简单点,就是用免费的WordPress 加上一个付费的商业主题,可以搭建起一个企业网站 然后再做一些SEO的优化 其他的站位推广是可选的 WordPress的网站搭建和SEO优化 需要不断学习,打磨,精进才行 下面说说这门课程的定位 这门课程属于入门级别 面向新手和小白同学 关于SEO优化,我也一直在学习和摸索 在探索过程中有一些心得 遇到一些有帮助的信息 就把它们分享出来,和大家一起进步 下面再说说学员本课程会有哪些收获 我们先说说SEO优化的目的 SEO搜索引擎优化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排名 更多的流量 影响关键词的排名的因素有很多 而且这些影响因素一直在变化 我分享的内容是诸多影响因素的一部分 至少我认为是 至于这些是不是影响因素 还真不一定 因为谷歌官方并没有给出正确答案 大家学完之后 自己回去实施修改网站 我感觉会对网站的收录和排名会有帮助 如果没有帮助 排名收录没有变化 甚至变得更差了 也有可能 因为每个网站在搜索引擎的眼里 它的位置是不同的 每个网站的页面 以及关键词的竞争程度也不一样 所以调整后的结果也不一样 我分享的经验仅供参考 我不对各位实施的结果负责 也不提供一对一技术支持服务 各位在学习完之后 如果感觉我分享的经验有用就实施 如果感觉没用就不实施 再说一下课程内容 关于SEO搜索引擎优化的内容 有很多可以讲 一个课程无法覆盖 会分多个课程讲解 每个课程里面大概有10个课时 每个课时3到5分钟 每期课程的售价是8块9 课程没有时间限制 我以前还分享过一个课程 叫SEO基础 也是这种形式 价格也一样 那是第一期 第一期的内容是面向百度搜索 国内的 这期是关于SEO优化的第二期 面向的是谷歌搜索 以后还有第三期 第四期 各位在学习之前 先看一下每期的课程目录 购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另外每个课程都会有免费试课时 可以先看一下课程的形式再决定 我以前还分享过很多 Wordpress相关经验 也都做成了课程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 课程介绍内容就到这里 我是Archer 希望这门课程能帮到你 我们下次见